昨天是7月7号 是七七事变77周年的纪念 那么在昨天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带领政要 到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参加纪念活动 并且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演讲 那么这个演讲的精髓呢 可以总结为16个字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珍视和平 景视未来 这一次的纪念规格如此之高 这是前所未有的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来请许博士做点评 许博士有专家指出 今年的这个规格高呢 主要用意还是在警告日本 那这个纪念活动 到底是为了纪念和平 还是为了警告当下的一些国家 我觉得应该是说 任何的历史 其实都是当代史吧 就是我们在处理一段历史 不管是从学术研究 还是像这次的 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的一个活动吧 国家的重要的领导人 包括我们国家元首 国家主席也就出席了 那他还是跟眼前的局势 有一个比较紧密的联系 当然也不排除 就是虽然说我们一般是逢五或是逢十 才会有比较大规模的这个纪念 但今年这个数字也比较凑巧 本来是七七嘛 然后正好又是七十七周年的一个纪念日 对 当然这种看法也是 就是应该说是这个七七事变 七十七周年 它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好记的一个数字 所以用来 我觉得既是提醒国内的民众吧 要纪念一个这样的重大的历史事件 但同时呢 也是有这个 可以说是提醒日本 要记住那一段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另外呢我们知道是今年人大呢 通过两个两日的决议 一个呢就是将这个抗日战争 定为法庭纪念日 另外一个就是南京大屠杀 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历史呢 都是跟日本有关系的 包括这一次的这个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的这一次纪念活动 规格如此之高 其实是不是在呼应 这两个法庭的纪念日 坦白讲这个战争已经距离我们这么远的时间 现在才去定这个这个七七事变也好 或者南京大屠杀也好 同样都发生在1937年 其实倒可以反映出我们国家 在这个外交的事务上的某一种实用主义 其实呢对自己国家的形象呢 不见得是一件好事的 因为从道理上来讲 那个战争既然在1945年已经结束了 那么1949年以后 这个人民共和国也成立了 其实这两个让中国人 就是付出这么多代价的 这一场战争的两个重大的纪念日 其实早就在当时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纪念 而且在我们现在身处的香港 我们知道97年7月1号之前 8月15号就是日本人战败的当天 香港是有这个法定的假期的 但回归之后反而是取消了 所以其实我们太过实用主义的 基于眼前的一些政治或外交的考虑 去定这些纪念日 其实反而不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您的意思是说 本来这个战争早已发生 但是到现在才来定 现在定的这个时间 是因为现在中国跟日本 在政治环境上一些比较敏感的关系 所以其实这种态度不是非常严肃的 就是那个历史跟 不管今天中国跟日本的关系是好 是不好 这个历史本来就是应该要铭记的 就是本来就不应该说 我们在讲中日友好永不在战的时候 在80年代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国家是不太提这些事情 到现在关系不好 又把这些东西记出来 难道若干年以后 我们跟日本也有可能又重新和好的 难道这段历史又要再被一次淹没起来吗 我认为这样对历史的态度 其实不算太过严肃 是 我觉得您说的也有道理 但是我们要看到 现在中国跟日本的这个情势是怎么样的 也非常想听听您的分析 日本在这个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后 中国跟日本的关系 是否是到达了这种空前紧张的阶段 我觉得从整个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 因为历史上中日从来没有病历过 就是要么是在明代以前 中国的国力明显比日本强 要么就是明代以后 其实从几次的战争我们都看得出来 其实日本已经慢慢占了上风 一直到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烈的抗日战争 那日本人在中国造成的这个损伤 虽然对双方来讲都是很惨重的 但是对中国居民来讲当然损失就更大 但到了今天其实可以说 一方面是我们可以看到 国力不断恢复的中国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综合国力中国已经算是一个强国了 哪怕不是全球的一个强国 也起码是一个地区的强国 那么日本的所谓的衰弱 其实也只是相对的 只是它在经济上 由第二大经济体变为第三个 但实际上它总体的经济的实力 还是非常强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方面去了解的话 其实在过去的30年之间 两国的军事的力量 都是被国内的政治经济情况 刻意地去压低的 但是我们看到90年代以后 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 也是外部威胁的 也是在增强的 中国的军力在提升 但倒过来的同时 日本它要求所谓变成一个正常国家 这个也是无可厚非的 因为毕竟那场战争 已经过去了超过一个甲子 所以它这样的一个要求 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当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 尤其是军力 都不断地提升的时候 彼此的对双方来讲 都造成一定的压力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是 那在现在这个时间 我们来这样隆重地高规格地去纪念七七事变的话 是不是有聚集民心的作用 那习近平在这个演讲中 他提到有一句话说 任何国家单靠武力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这种时代应该是要过去的了 如果现在还有一些国家企图 用这样的方法来扩大影响的话 中国和中国人民都不会同意的 这是在传达一种什么样的信息 这个信息是传达给谁看 这句话本身当然没错了 但是基于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的利益 尤其是在安全上 你去不断增强自己的安全的力量 保障你的国民的时候 其实对另外一个国家 就是一种威胁 所以当中国的领导人去提出说 中国的实力强不等于一种威胁的时候 如果国际关系真的是这么简单的话 就不会像过去一百多年出现这么多的争议 就不只是在我们这个东亚的地区的 我们看就是战火就是烧得更旺的 像欧洲就是更明显 当法国它提升自己军力的时候 德国就觉得那个是威胁 当俄国提升自己的军力的时候 德国也觉得俄国是威胁 那所以这个呢 必须得彼此的一个沟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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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